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9日 今天的板塊表現比較亮麗 因為我們看到有銀行、保險、汽車、軟件服務 這些都在升的行列入面 而跌的行列就是酒店、黃金、家庭用品 當然還有地產 雖然有地產不過現在佔的比重已經比較少 因此今天的升市是比較實在的 我們看看保利加通道的周線圖 保利加通道的周線圖一如一直在說 由這個跌下來的市已經說 這個市的走向是會和2020年3月的走向相約的 這件事是最好的 都在說是有益的 看起來就這樣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這件事是在這件事 我們知道